月底即将开学,代理市长杨明洲要求各学校单位应该做好防疫的准备工作 对于远洋渔船即将返航,也将向渔业署来争取经费,并且协调扩大防疫旅馆的数量 高雄市政府17日召开第34次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应变会议 对于月底即将开学,代理市长杨明洲指示各学校单位 在开学前再次盘点防疫资源,做好消毒防疫工作 校园的防疫我们刚刚也有讨论到 我们就是请我们这一个交易局在开学前的这些盘销要再去做一个盘点 第一个,各学校的这一个备用的口罩是不是被逐 这个要再去做一个检视 那么第二个,开学了以后要落实这一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 这些相关的这些作为,包括如果在教室通风 有打开窗户,那么这一个打开窗户是要全打开呢 或是打开举功都要一个标准的作业的这一个操作 开窗,那开到什么程度 那么他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第二个,如果在一些专科教室不能够开窗要密闭的 那又不能够这个为止适当的距离,那在这个里面就必须要戴口罩 另外,远洋渔船将在今年11月到明年1月陆续返航 预估有超过5000人禁港检疫 扬明州也将向渔业署争取经费 而防疫旅馆的部分也将协调扩充 所以我们今天有将我们的这个防疫旅馆从1800多间 把它到下个礼拜可以扩充到2100间以上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滚动的来做一些检讨 扬明州也提醒民众外出记得务必戴上口罩 配合中央疫情政策 落实防疫新生活 请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记者吴秉原、潘文玉、高雄报导